1974年7月 共和国公臣彭德华元帅病危 在身边照料的只有侄女彭梅魁一人 夫人胡安修并没有前来探望 直到彭总逝世 胡安修都没有出现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中有何隐情 见识欲击为您揭秘 未见彭总最后一面 胡安修在山西落泪不止 1982年6月20日 一个艳阳高照的赏武 山西五乡县 专碧村迎来了两位特殊的游客 分别是彭德华元帅夫人 普安修与左权将军夫人刘志兰 在40年前的1942年 专碧村曾是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 也是普安修与彭德华 在那个战火消炎时代 难得在一起奋斗过的地方 那天 普老穿着一身月白灰色的衣服 见到村民和这片熟悉的土地 心中格外的清晓 普老激动地说道 我们回来看望大家了 也许普老所说的我们中 包含了彭德华元帅 此时彭德华已经逝世八年了 普老走进屋内 静静地坐在抗边 一直环过着屋内的摆设 普老堵死旧 触景生情 两眼含着热泪 深浅地回导 在这一个月中 彭德华处理军务之余 对自己从来都是体贴照顾 无谓不至 而且 彭德华经常对他说 我要做一个卫生员 你看是否够格 此时普老说着说着 眼圈泛起了泪光 但脸上却透露出一种幸福的感觉 也许我们不会明白 在那个烽火硝烟的时代 这一个多月的时光 就等于他们的烽火中的蜜月 然而就是这样一对革命夫妻 却没有厮守终生 少女与袁舍的爱情 时间回到1938年 那个烽火硝烟的时代 这一年的9月 彭德华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 再度赴延安参加中共会议 然而这一年 彭德华正好40岁 他一心只为革命事业奋斗 并没有儿女清长的想法 热心的战友们 抢着想要当红娘 就连毛主席都把这件事 当做大事情 专门和彭德华谈 在听闻同志们 已经在张罗哲帮助彭德华 解决婚姻问题之时 他非常赞同 就这样 在六中全会期间 给彭德华办喜事 成了硬性指标 市民的警卫员和参谋干事 看到彭德华都会拿他开玩笑 首长 什么时候能吃到你的喜糖啊 你瞧 现在八路军的首长们 哪个没有成家的 彭德华总是摆摆手 无所谓的 莫提 打完了鬼子再说 周恩来同志也放心不下 跑去催了一催 彭德华倒好 直接哈哈一笑 大家着傻子鸡嘛 实在不行的话 我彭德华 也可以体验下 当和尚的滋味嘛 二十岁的普安修 是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的再度学生 是一个敢于斗争的 革命独立女性 由于其在校优秀的表现 以及对革命的热情 使得她成功加入了我岛 并且被学校外派 达到了延安 除了自身的优秀之外 普安修还拥有天生的优势 那就是美貌 这个美貌并非是自吹自擂 而是经过大家公认的 普安修在延安的时候 被大家称为延安十大美女之一 二十岁 一个正处在情思盲动年纪的 年轻女子 看着面前成熟 坚毅 杀法果断的革命元帅 内心怎能做到不情思泉勇呢 四十岁 一个为革命付出了半生的人 看着面前充满青春活力 单纯善良的革命小将 又怎能不心动呢 风火消烟下的儿女情长 这一日 陈庚别出心裁 搞了一出女子排球比赛 参加比赛的有不少是 去过长征的女战士 也有刚刚来的延安学习的女学生 大部分都还是单身 陈庚在临开场之前 去找彭德怀出席 球赛散场之后 彭德怀准备回去继续办公 陈庚却紧追不舍 那名高个子的球员 名字叫团修 是北师大的学生 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入党 前年来投奔到延安 在陕北工学教书 无论从思想相貌 还是学问上来看 都是挺好的 陈庚都这么说了 彭德怀也能猜出他的意思 也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那次见面后 普安修就落在了彭德怀心里 他转意闲下来 普安修的英容相貌 就会在脑海里 一遍又一遍地放映 性格直爽的 彭德怀并没有压抑自己的情感 当他发现自己爱上普安修后 就决定表白 在李富春和陈康的牵线下 彭德怀来到普安修住的窑洞前 正式地介绍了自己 从出生到参加革命的经历 以及婚恋时 都毫无保留地圈盘托出 那次之后 没过几天 彭德怀又给普安修写了一封情书 这次他很明确地表达了 自己要和他结婚的愿望 直言 我爱你的家乡 愿与你同归 二人就在这样的 一来一往之间 暗生情愫 暗传秋波 彭拉总社会的同志 知道了这个情况 立刻上报组织 就这样 促成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姻缘 成全了少女元帅的 这一段爱情佳话 婚后 彭德怀对自己这个年轻的妻子 拥有无限的柔情和宠爱 在家中从不对妻子大声说话 并且对妻子百依百顺 其实彭德怀对普安修总觉得的愧疚 自从结婚后 他们经常分居两地 他曾说 自己给普安修的亲情太少了 欠下的情侠太多了 他长得美 心也美 可是我给他的观照太少 每次想起这些 我心里都不安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 彭德怀是一个重情义的男人 其实他又何尝不想多陪伴妻子呢 但战争面前 哪有时间团圆呢 而普安修却并没有迷失在 这份宠爱当中 在与彭德怀结婚之后 依然保持着自身的独立 他也并没有因为 丈夫彭德怀特殊的身份 而姿势身高 反而始终是勤勤恳恳 尽职尽业地 在完成自己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 两人也是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 鞠躬尽瘁 无怨无悔 彭老总更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狠狠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 嚣张气焰 捍卫了民族的尊严 并成为降与海内外的大将军 并在1955年 被授予了元帅军衔 高居第二位 而妻子普安修 任清工业部劳动公司司长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 两人共同为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作分离 决绝之意 当他彭德怀 朝鲜战争回来的时候 他没有去享受 因为老百姓还有问题要解决 所以他又要管 这乃 文死剑 一个打了半辈子仗的人 既死战为国 又死剑为国 宋关古今 实在想不出第二人 最终彭德怀 为他的直言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而在压力之下 他的妻子普安修 过得并不比他好过多少 经常被刁难 他像个惊弓之鸟 关键时刻 甚至主动提出要离婚 彭元帅也理解他 两人分食一只离后 从此成为陌路人 只不过元帅 仍然对他情深义重 平时经常会念叨起他 彭老总也深知 自己妻子不容易 也害怕自己的妻子 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选择和妻子离婚 并在此以后的人生中 独自承担着不公的待遇 在六十年代 彭老总受到的不公 日益严重 身心疲惫的他身体 也是每况愈下 不堪重负的彭老总 最后更是在 癌症的折磨下 陷入病危 当时间来到1974年 彭元帅已经陷入了 昏迷状态 医院 也下了病危通知书 那些悔恨的日子 彭老总因为各种原因 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当他身体已经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作曲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